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一下ChatGDP的LINE聊天机器人 那么ChatGDP的聊天机器人制作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法兰斯老师的Google App Script 它这个功能还蛮简易好用的 好,那首先我们在这个网路上搜寻LINE的BOT 然后空一个法兰斯老师 我们可以找到他po出的这个教学影片 那主要的是底下这个地方 底下这个地方它有放相关的工具的完整的连结 在底下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它这个顺序来点 点第一个是LINE的聊天机器人 我们把它点开 那这个地方你要先登录你的LINE的开发账号 那这里会有一个Messaging的API 那我们就按STOP 好,那这个样式呢 那我们就当然就选择这个聊天的API 讯息API 那这边呢 我们就选择可以选一个新的供应 新的供应 那这边就要打你的名称 打你这个provider的名称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选台湾 那频道的名称 这个你都自己命名 那这个类别呢 你就可以选择 看你要选哪一个类别 比如说是休闲相关的 那么复类别 你可以再找一个 信箱填进来 那么这个特殊的一些声明 这个我们就先不写 然后底下这两个要打勾 然后就按建立 然后按OK 按同意 好 那么这个聊天的频道 我们就建立好了 那在这个Messaging的API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自动回复 这些先关掉 这个关掉 这个回应时间也把它关掉 然后你回来再重新整理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呢 这里 这里就disable 那这个也是一样编辑 自动回应 好 再重整理一次 然后这里呢 这里我们就会看到disable掉了 好 那完毕了之后呢 底下这里会有一个频道的连接 这些token呢 我们就把它按一个发行 这里就会有一个token 等一下用得到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开一个试算表 所以你在你的Google硬碟里面呢 我们新增一个试算表 那这个我们要储存聊天资料用的 好 那工作表1这里我们重新命名 注意这里这里要命名 等一下我们也是用得到这个名称 那么接下来这里共用 共用这边呢 我们要打开存取权 而且这个要编辑 这样子这个line的这个聊天资料才能够存得进来 好那我们复制这个连结 先不用复制连结 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复制你的Google试算表最上面的网址 它会类似这样的形态 那我们就复制D后面这里到edit的斜线前面这边 我们把它等一下复制起来会用得到 好那我们回到第三个步骤呢 去建立这个OpenAI的这个key 好那我们就点一下 OpenAI的key 好那这个当然你要有自己申请这个TradeGDP OpenAI的账号 好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我昨天产生的 你可以自己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这个key名称打进去 然后建立一个这个API的key的这个金钥 建立好了也是一样我们等下用得到 好那接下来就是 你要建立一个Google的appscript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就新增一个 这个Googleappscript 那这个专案名称我们给一下 这个你自己命名 那我们这个先把它删掉 然后到这边来呢 到法兰斯老师这边呢 会有一个这个script程式码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按这个roll 那全选 复制起来 那我们到这个刚刚开的这个script这边呢 那我们把它贴上 贴进来 好把这个法兰斯老师的这个APP的这个程式码 那贴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LINE机器人的这个token 这个API的token 我们就回来复制 好复制呢 我们就把它 贴到这个后面双引号的里面来 那接下来是你的OpenAI的API的金钥 那这个我们都事先可以先准备好 你的OpenAI的金钥 我们把它扣过来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ID 你的四传表的ID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你的上面 四传表上面的网址呢 第一后面斜线后面这一串到这一个edit斜线前面这一段 这个就是你的ID我们就把它复制过来 那么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当初我们取的名称假设我的叫test1 那你这一边就要相对应的打进来 OK那其他都不用改了很简单 其他都不用改 那接下来我们就储存一下这个专案 然后我们要把它部署 新增部署 我们这个是新的就新增部署 假设你这个是你已经有做过了 你要修改修改完了就是管理部署 等一下我们炒作给各位看 新增部署 那么类型我们就选择网页应用 那么这里你可以说明一下 这个你可以自己命名 那么接下来这里谁可以存取 你要把它改成所有人 这样子这个line那边讯息才能够跟他做一个呼应 那我们就按一个部署 好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授予存取权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给它权限 不然没办法 好 那这里我们要选around 所以 好那我们复制这个网址 注意要复制这个网址 我们要到line机器人这边来 我们在这个机器人这边呢 会有一个webhook 按一下 我们把这个webhook的这个网址呢 贴入刚刚部署的这个google app的程式 然后按update 然后我们按这个确认 好这个要出现success 一定要成功 就表示跟那边有连接 然后我们使用webhook 好OK 那这个机器人呢 我们就把它新增到我们的line这边来 你要把它加入好友 加入好友 好那加入好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留言 好你看我们安妮好 这边机器人就会回应了哦 你看他就回应了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聊天的记录 自动会记录下来很方便 方便我们查阅 好你看自动会回应 那我们按一个好 好那么以上是简单的介绍法兰斯老师呢 这个chat GDP的line聊天机器呢 非常的实用非常的好用 那么各位有空的时候呢 可以自己来实作看看 那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他的app screen呢 这边你不用按执行 你刚刚有部署了就可以了 那假设你有修改呢 你有修改过了呢 你有修改过了呢 你就用管理部署了 就不是新增了哦 就管理部署 那这个地方有一支编辑 那你可以按建立新的版本 然后再重新部署 这样就可以了 只要你app script内容有更改 你就是建立新的版本来做部署 那么LINE那边就不用再修改了 因为他的部署的地方的网址都是一样的 好 OK以上就是简单的LINE 这个chat GDP LINE聊天机器人的简单实作 谢谢收看哟